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itcoin的这个涨势现在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 你可以看到价格在涨 然后量也在随着跟着涨 所以呢 这个现象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那大家如果有观看我上几支影片的话 那恭喜你 你现在已经赚钱了 那在昨天我的IG story里面 我就有repost了一位我的观众 因为我的影片开了一个单 因此获得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pnl 在这里我也为他感到非常的开心 因为所谓助人为快乐的资本 因此我也感到非常的开心 因为能够帮助到他获得他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pnl 希望我接下来的努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在市场里面获利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接下来可以在这个市场里面怎样操作的话 记得把这一支影片看完哦 打开我们的天图 打开EMA10跟20 现在呢 这个EMA10跟20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 这个红线跟蓝线已经即将快要交叉往上走 这个就跟我上一支影片里面所提到的蓝红线往上走 然后价格站稳在蓝红线之上已经慢慢的演变 推演出来了 只要多方还是依旧强势的话 没有让这个价格跌破的话 依旧站稳在蓝红线之上 那么牛市就回来了 大家就可以准备买入现货 或者是可以准备遇到好机会的话就可以做多 那现在整体来说其实还不算是牛市 因为还要等多一两天 要等这个价格完全站稳在这个蓝红线之上 并且是非常稳非常健康的一个状况下 那我们就会考虑去买入现货跟做多 那其实这里是有一个daily level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一来到这一边 这里就有一个小反弹 但是这个反弹的力度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由此可以看得出多方依旧还是非常强势 它强稳的后的这个价格 没有让它从48000这个价格一路跌下来 依旧是站稳在47800到48000之间的这个价格中间 那看完了我们的day chart EMX10跟20打开我们的4个小时 打开我们的bullish wedge 那在bullish wedge这边呢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目标价依旧还是在52700 如果它真的play out的话 那在前几支影片里面 我也有提醒大家在这边做多 那到现在为止也帮大家获利了 差不多600到700个percent左右 那看完了4个小时 我们打开一个小时 那这里一个小时其实有一个东西要非常的注意 那就是这里其实有一个parallel channel 那其实parallel channel有什么好注意的呢 这里我先跟大家来讲解一个东西 那就是通常在上涨之后呢 都会出现一种形态 那就是上涨向下盘整 盘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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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继续往上突破 那你可以看到呢 这里其实也是可以画一个parallel channel 但是这里parallel channel呢 是往下的 那就是往下盘整的parallel channel 在这里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的原理到底是什么意思 通常呢在一波上涨之后呢 价格去到了散户想要的一个价格之后呢 他们就会开始抛货 那当他们在抛货的时候呢 这个Bitcoin这个价格呢 从高点呢 就会慢慢的往下盘整 那回到我们现在一个小时图 你可以看到一波上涨之后 但是他又出现了这个 往上上涨盘整的这个parallel channel 现在这个意味着多方还是非常的强势 因为散户在卖 拼命的在卖 你可以看到这里 这个空方的能量逐渐衰弱 但是价格依旧往上涨 散户一直拼命都在卖 卖到都快要没有东西可以卖了 但是价格还是依旧在往上爬 就代表现在的买盘和现在的多方 是非常非常的强势的 那在SNR这一边呢 其实他现在确实已经是在一个daily level 所以48300呢 跟接下来的49000呢 是双重阻力点 它一个是weekly level 而一个是daily level 所以呢 48300跟49000 会是接下来的关键价位 要看他能不能突破这两个阻力点 然后继续往上涨 那在FibTrader这里 你也可以看到 这48300也是一个阻力点 现在是在FibTrader的0.66 你可以看到他在这边一动到 就缩回来 然后现在盘整在这个0.66跟0.618这个区间 FibTrader跟Saxana一样 48300依旧现在是那个最强的阻力点 那要看接下来Bitcoin的价钱 能不能突破这个48300的这个阻力点 这个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价位 那分析完了这些indicator之后呢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可以有什么样的操作 以短线操作来说呢 我觉得现在目前是没有什么操作可以做 因为它目前价格盘整在这个parallel channel里面 从上往下算就只有1.88个percent 然后从下往上算的话有3.54个percent 做多的盈亏比还蛮不错 但是如果做空的话我觉得还是不太理想 所以我其实不太建议大家在这边去短线操作做空 那如果你现在是在寻找这中长期 进场机会的交易员呢 那你就可以再等多一下 因为要等这个Bitcoin的价格 站稳在Yamay10跟20之上先 然后等到这个牛市确立成立了之后 然后我们再找机会去买现货跟做多 我们不需要等到它回调了 然后再找一个更好的机会进场 而不是现在就盲目的冲进去追高 对于到现在还没有开单的各位 我觉得还可以再耐心的等一等 等待更好的机会 相反对于已经开单了的 有在42,000跟我一起开单了的 如果你只是想要玩短期的话 那你现在已经是可以TP了 如果你是从42,000跟我开单到现在的话 你现在已经获利了接近13-14个percent 如果是cross leverage的话 已经是1300-14个percent 这个获利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了 除此之外如果你是中长期的话 跟我一样的话 那我会建议你先hold着 因为我们的成本已经在42,000 算是非常的低 而且现在这个市场上涨的这个形态 还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 价在涨 然后量也在跟着涨 而且现在目前为止也没有什么隐患 也没有出现什么 就是说会威胁到我们的long trade 这个形态出现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 如果你是以中长期的心态 来玩这个单的话 那你就可以再hold久一点 因为其实有可能现在这个 也只是牛市的刚开始而已 那个概念就是你现在已经有了这个飞机票 你已经坐上飞机了 现在飞机已经在跑道上面准备起飞了 你会在这个时候选择下车吗 下车或者上车 其实两个选择都没有错 因为是自己的选择 全是自己的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不会在这个时候下车 而是我会握着这个门票 等到这个飞机起飞 那讲完了我的操作理念 接下来是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设好自己的防守直营 就是Defensive Cut Loss 就是如果你的进场价在42,000的话 可能你放一个你的Cut Loss 你放在差不多接近44,000 或者在43,000的价位 因为如果他就算真的是 Troy的个来西 他一根针掉下来 至少你还是有赚到 那今天的Daily Update 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接下来还有什么突发状况的话 还是会像昨天晚上一样Update大家 如果这部影片有帮助到你 的话 记得点个订阅 点赞 并且分享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这样子 如果post emergency update的话 你才会收到 最后 祝大家在这个市场里面 交易顺利一起加油 我们明天见 拜拜